古韵 英文原著 林舒华 翻译 复光明 古韵 Acient Melodies 1953年由英国何盖斯出版社出版 是一本风靡了欧洲半个世纪的畅销书 英文原著 林舒华 是徐志摩最信任的女人 泰格尔赞不绝口的才女 林舒华 生于文化古城北京的 一个世幻与书画世家 是其父第四位夫人所生 在家里排行第十 古城的灿烂文化和环境 启迪了她的天资才华 影响了她的爱好和生活 之后在文学创作和绘画方面 都有优异的成就 古韵 是林舒华在跨文化语境下 创作的自传题小说 清奇古韵 了解旧经的深宅大院 和小女孩小时 一起回首童年时期的感伤与甜蜜 探寻清末名初官宦人家 妻妾成群 贵宾满棚的繁华盛景 通过对最具有中国特色的 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等文化内容的表现 以及俊勇忧伤的故事叙述 向西方世界展示了 中国文化的纯净唯美 表达了作者对于古老中国的生智热爱 也揭露了旧式分建家庭中女性的悲哀 在这个复杂的旧式文人的大家庭中 有威严的父亲 美丽聪慧又哀怨的五妈 争纷吃醋勾心斗角的三妈和六妈 还有自己那位贤良无真的母亲 十几个兄弟姐妹 远近亲姑妈等等 及佣人仆妇无数 她从小就见惯了一太太 为真宠幸地位而争纷吃醋的场面 书中还未读者讲述 小时随了花匠老周 出门去逛龙福寺 买花肥 看望曾给慈禧太后 管理颐和园的花匠朋友 当那位精通六国语言的 孤鸿明来访时 小时站在一旁 看爸爸和他一起赏竹 争论国事 等着吃云片糕 年少时留学日本 体位樱花盛开时 绚烂之极的快乐和悲凉 古运出版后 在英国文学界颇受欢迎 并被译成 法、德、俄、瑞典等语言出版 林书华被称为 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太晤时报文学副刊评论说 书华平静轻松地 将我们带进那座 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 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 但那些真正热爱过他的人 不会感到快味 他向英国读者展示了 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 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 古运犹存 不绝于耳 不绝于耳 村子消失以后 失去 散意 散意